爸爸爸爸 就是古代人没有卫生纸 那他们是怎么擦屁屁的呀 这个纸啊 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在东汉时期 菜伦造出了纸张 但当时纸张非常的昂贵 普通人家根本就承受不起 更别说擦屁屁了 除非你是王室贵族的屁股 菜伦 皇上的擦屁股纸呢 你是来拉屎的吧 那老百姓用什么擦啊 首先 我们排除用手擦 但是也没那么多讲究 如果在野外 当你身上没有纸 你会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我会 首先 找树叶 哎 对 就是树叶杂草 但是虽然树叶不要钱也很好找 但是质量 实在是不咋地 一使劲 就会扣破 后果 很严重 还有就是石头 当然石头 不是尖尖的石头 而是鹅卵石 如果当地不产鹅卵石 那么没有关系 可以找一些相对比较圆的石头 或者瓦片 随便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蹭一蹭就好了 如果连石头都没有 土磕了也是擦屁屁的利器 总之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古代使用最普遍的擦纸叫侧筹 就是用竹子做成的竹片 或者竹条一类的东西 把上面的毛边打磨一下 处理光滑 上至达官显贵 下至黎明百姓 侧筹算是擦屁屁的古代标准卫生纸 一般侧筹是循环使用的 用完后再用水冲干净 放在毛房内 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好家伙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脚屎棍 没错没错 脚屎棍 你知道吗 古代特别有钱的人家 还用玉制的侧筹呢 这也太奢侈了吧 其实啊 在古代 侧筹不仅仅可以清理粪便 而且还是一剂良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没听错 在《本草纲目》里记载 厕筹组织难产 霍乱 深冷钻筋 于床下烧取热气切上 意思啊 就是把它放在病人的床下 用火 熏出热气 让它来闻 不过 我建议最好不要尝试 效果好不好不说 关键 味儿太大 我浪催的我这是 屏幕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没有带卫生纸 那么 树叶 石头 厕筹 你会选哪个呢